中期选举前最后一页 川普说了什么 各位听众好 今天是2018年11月6日 德国之声报道 期中选举前最后一页 美国总统川普呼吁选民 用选票帮共和党保住国会优势 并期盼选民能阻止民主党 将他两年前的竞选承诺给抹灭 美国总统川普在其中选举前一页 选择到美国中西部的俄亥俄州 印第安那州与密苏里州助选 在这场对他接下来两年总统任期 影响深远的选战中 川普在选前一页 向选民强调 所有过去两年达成的事 都可能因选举结果而改变 他说现在一切都很脆弱 所有我承诺过的事 都可能因为民主党胜选 而被更改或抹灭 他们过去几个月极端的表现 你们都看在眼里 共和党有信心 能守住参议院的席次 但他们在众议院 将面临民主党的强势来袭 根据美国媒体Vox媒体分析 民主党想赢得众议院的话 需要赢得至少23个现在属于共和党的席次 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认为 民主党在这些传统上篇共和党的选区内 需依赖中间候选人 而非立场鲜明的自由派候选人 在众议院的选举中 专家预测新泽西州第七选区 弗吉尼亚州第七选区 密西根州第八选区 及德州第32选区为重点选战 而民主党被普遍认为 有机会赢得所需的23个席次 成为多数党 至于参议院的选举 包含印第安那州在内的八个州 目前民调呈现胶着状态 但大部分美国媒体预测 共和党能拿下比较多席次 保住目前拥有的小幅优势 州长的选情方面 大部分焦点都在关注 乔治亚州与佛罗里达州的州长选战 川普周一在推特上发文 指出美国官方11月6日 会密切关注任何违法的投票行为 此前 他曾在2016年大选后指出 有上百万无效票被纳入计算 让他输了总票数 但他却无法提出证据 来支持此论点的可信度 他也试图将自己 与共和党众议院败选的可能性 做切割 他在上个月 与美联社的专访中指出 他拒绝因为共和党败选 而被批评 他也在一场造势活动上强调 此次选举是对他两年任期的考察 他说 媒体把这场选战 看作是对我 还有我们的政治主张 进行公投 在推特上 川普近期不断强调 若民主党胜选 美国将因大量非法移民涌入 及升高的犯罪率 而陷入混乱 他不断将焦点转移到 在美墨边境的中美洲难民潮 试图透过充满种族色彩的言论 来激起共和党选民 对选战的兴趣 对于川普的支持者来说 虽然民调显示 有52%的美国人 不认同川普任期内的表现 但他们希望 能如同2016年总统大选一样 跌破外界的预期 赢得选战 此外他的支持者也希望 能将川普的想法转化成未来数十年 主宰美国政治的潮流 一名来自密西根州的选民说 所有我们2016年投票支持的论点 都有可能在2018年 因这场选举而被改变 以上是明镜广播电台整理报道 谢谢收听 建议习大帝可以从哪儿走 各位听众好 今天是2018年11月6日 自由亚洲电台发表一篇 赴申奇的评论文章 以下为评论内容 我不止一次的讲过 习大帝不知道自己究竟要干什么 习大帝最近的一系列言行 更进一步证实 的确如此 习近平借这红二代群体 收回落入平民官员手中权力的急切心理 借助民众对贪污腐败的普遍憎恨 大张旗鼓干掉了一大帮 手握大权就忘了自己身份的平民加奴官员 以反腐败的名声赢得了不少掌声 又通过设立一大堆小组 把所有权力都囊括到自己名下 然而越来越集权的习近平 除了叫嚷虚无缥缈的中国梦 拿不出真家实火的振兴方略 用历令之婚来形容几年前的习大帝 真是恰如其分 而他以其昏昏 使人招招的自意忘形 带来了无以言表的恶果 用压力山大来描绘今天的习近平 一点都不为过 正当习大帝为自己定于一尊的地位 奋力拼搏的时候 也算红二代大哥大之一的邓朴方 九月份在残联讲话 纸字未提习近平的新时代 和习思想 而是寒沙摄影的说 我们一定要有实事求是的态度 保持清醒的头脑 知道自己的分量 既不妄自尊大 也不妄自菲薄 坚持立足国情 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 谋划一切工作 不知道自己的分量 妄自尊大 这话套在习近平的头上 刚刚好 习近平背过一长串文艺复兴后 许多名著的书单 显然是自欺欺人 因为在他的言行举止里 看不到一丝的文明气息 倒是看到他 拿着几十年来 中共从压榨百姓 和从占世界经济体系便宜 得来的财富 摆出了一副土豪金的嘴脸 他推出习核心 拱出习思想 就搞不清自己的分量了 渴望到世界上当老大 不讲究韬光养晦 而处处多多逼人 抛出一带一路 满世界撒钱 挑战既有世界经济秩序 主要考量是 控制沿线沿路国家 过一把老大的影 于是有了 厉害了 我的国 战狼二之类 自我陶醉的宣誓 结果招来了 以美国为首的 世界文明民主国家 的群起反击 四面楚歌 为了外交突围 竟收敛了钓鱼岛之类的爱国鼓噪 急匆匆的 把日本高要旗 插满了天安门广场 但显然无济于事 又选在美国送糖果的万圣节 要求与川普通话送糖果 同时 打肿脸充胖子 告诉民众 是应约通话 虚假的利好 使缺心眼的股市 又发了一标 骨子里是毛粉的习大帝 不知如何面对 前后不同的三十年 只想不矛盾拿来用 但揣摩上意的吹鼓手 扔出消灭私有制和民营经济退场论 的炸弹 又砸出了习近平 在红二代圈里 在中共领导层里 不知道自己的分量 妄自尊大的尴尬 9月间 马云宣布提前退休 引起舆论哗然 民营企业家忧心忡忡 消灭私有制的股灶 和吴小平的私营经济退场论 迅速引爆恐慌 民营企业家 仓皇出逃 纷纷关门大吉 深圳日报的广告版面 都不够了 难题摆到台面上 习近平不得不面对 马恩在共产党宣言里 明确宣告共产党人 可以把自己的理论 概括为一句话 消灭私有制 毛粉习大帝 恨不得喊出这句话 但真实的中国 至2017年底 民营企业超过2700万家 占企业数的90%以上 个体工商户 6500万户以上 四企和个体 仅注册资本 就超过165万亿元 50%以上的税收 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 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 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 都来自民营企业 2018年 已有28家私营企业 跻身世界500强 面对现实 习大帝 最终总了 不敢做男儿了 不敢做真正的共产党人了 把消灭私有制 这句话 咽到肚子里去了 习近平9月27日在辽宁 10月20日在信中 10月24日在广东 11月1日在民营企业座谈会 四次表态 民营经济重要 不能走 在座谈会上 更是肉麻的说 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 是我们自己人 自己人 这个没有任何法治观念的黑社会说辞 无法让明白的民营企业家安心 只要民进党没有明确宣告 抛弃台独纲领 民进党政府的任何举措 都会被怀疑有台独嫌疑 同样 习近平和中共 只要没有明确宣告 抛弃消灭私有制的最终目标 就不能让民营企业家真正安心 那席大帝何去何从 一 在国际上继续阳凤英伟与世界经贸规则对着干 在国内缓和一阵 继续做大做强国企 逐步以党舰控制吞噬民企 走回一大二宫的计划经济老路 二 在国际上承认和遵守世界经贸规则 融入国际社会 在国内依法保障私有经济 改嫌一辙 抛弃官本位的权利资本结构 走向健康的市场经济 第一条路 是死路 最终导致崩盘 垮台 第二条路 于国于民 是正路 但会动摇独裁党国的国本 威胁既得利益集团 会使中共演变式的下台 而且都难以避免 遭到清算的结局 我想提出一篮子解决中国的走向 两岸统一 避免党国要援 及其家族子孙遭清算厄运 的第三条道路 那就是 弥补毛泽东修改国号的遗憾 恢复中华民国国号 实施中共参与制定的四六宪法 趁着还有一大帮被洗脑者的支持 举行全国大选 拿下一轮或几轮的执政党位置 以两岸统一 经济振兴的丰功伟绩 争取拿到全民放弃清算中共的法律保障 这难道不是与国 与民与中共 与世界和平 最有力的一条道路吗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以上是明镜广播电台整理报道 谢谢收听 澳大利亚与中国 关系逐渐解冻中 各位听众好 今天是2018年11月6日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 对澳大利亚的驻华外交官们来说 一周来的形势都相当不错 而这样的情况并不多见 不仅澳大利亚贸易部长西蒙·博明汉 首次正式出访上海 外交部长马利斯·佩恩 也宣布将访问北京 这些举动 解除了中国政府将部长级活动 冻结长达一年的措施 澳大利亚那些知名部长们的定期出访之旅 曾经很常见 但过去两年来 这些旅行都遭到延期取消或缩小访问规模 这是由于中国对澳大利亚指控 中国共产党在澳洲的影响力感到愤怒 而导致其推行了 让澳大利亚陷入困境的一项非官方政策 中国的外交官 不断提醒澳大利亚的外交官们 澳大利亚必须纠正其行为 澳大利亚的外交官们 则被迫承受这样的压力 澳大利亚的媒体 也受到中国当局的特别关注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的网站 应涉嫌违反中国非常广泛的审查法 而被屏蔽 据来自一家总部设在北京的澳大利亚企业的消息称 最近至少有一家中国公司被勒令暂缓在澳大利亚的新兴投资 到头来 对在中国首都的澳大利亚人来说 那真是一段冰冷刺骨的岁月 因此 为何澳大利亚政界对本周一位外交部长的出访 感到兴奋就可以理解了 而这次访问可能会成为两年一次的例行访问 在中国官方媒体上和通过澳大利亚商界显示的情况 均表明外交关系解冻的原因都显而易见 北京对澳大利亚政府的做法感到满意 澳大利亚政府不再像前总理马尔科姆克恩布尔那样 在围绕新推出的外国干涉法展开辩论时公开点名指责中国 这并不是说两国在政治观南海问题 及中国的扩张性外交政策上的所有分歧都消失了 实际上 博明汉先生本周在上海也承认了这一点 但在面对与美国的艰巨贸易战时 中国现在似乎愿意将这些分歧搁置一旁 澳大利亚各企业从中受益 澳大利亚的各家企业都松了口气 尽管没有几家企业的有形贸易 因为外交争端而受挫 澳中商会与本周在北京进行的一项新调查显示 尽管中国的经济正在放缓 但三分之二的公司对在中国经济上进行更多投资 表示乐观 像Swiss、澳加宝、A2牛奶以及自由食品 这样的企业都被习近平主席心许下的承诺所鼓舞 习近平承诺说要增加对中国这一广阔市场的进口 澳大利亚的医疗公司及教育机构 则希望看到承诺取消在中国的这些行业中 外国股本的上限 批评人士指出中国领导人在历史上曾经承诺更加开放 同时保持了在各种主要经济题中最具保护主义色彩的国内市场 但是习近平费了不少力气 才与本周在上海举办了大型进口博览会 竭力强调中国将继续开放 假若他能真正坚持到底 澳大利亚的企业现在肯定会感到信心更足一些 因为他们能够利用这个机会 以上是明镜广播电台整理报道 谢谢收听 习近平进博会开幕讲话 中国家轻市场老生常谈了无新意 各位听众好 今天是2018年11月6日 德国之声报道 作为对中美贸易战的回应 中国举办了国际进口博览会 以展示该国开放市场的决心 与此同时 也有经济学家指出 中美贸易冲突的实质 是两种不同制度的争端 实施改革开放 40年后的中国 目前正面临一项历史抉择 同美国的贸易争端 愈演愈烈 甚至有可能演变成一场新冷战 这是一场 两种制度之间的战争 及西方自由市场经济 与国有经济站主导的中国模式 之间的战争 周一 国际进口博览会 在上海开幕之际 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 极力要把自己描绘成 世界自由贸易的先锋 但综观其演说内容 却丝毫没有任何可以缓解中美贸易争端 的具体改革方案 习近平再度强调 我们切实有诚意 开放中国市场 但是 欧盟驻华商会则表示 欧洲在华企业对这类 只见言辞不见行动的空洞承诺 早已厌倦了 本次上海进口博览会本身恰恰说明 政府对各行各业的干预程度超过了以往 有鉴于同美国的贸易争端 愈演愈烈 中共领导层下令 组织了这场宣传意味显而易见的盛大活动 目的只有一个 那就是要展示 中国拥有非常开放的市场 中国在努力加大 进口产品数量 来自130个国家的 大约3600家企业 参加了本次截至周六的博览会 40年前开始实施的改革开放政策 促成了中国史无前例的经济腾飞 但许多外国商家抱怨说 中国近来正在走回头路 德国驻华大使葛策和法国驻华大使理想 均认为中国已经到了实施大胆改革的时刻 德法两国大使在经济类期刊财新 联合撰文指出 在改革开放政策启动40年之后 中国因为这一政策注入新的活力 为外国企业提供新的政治和经济推动力 率领德国展团 参加本次上海进博会的 德国经济部国务秘书克里斯蒂安·黑尔特表示 我们必须要达到的目标是 在华外国企业也应享受到中国企业 目前在德国和欧盟所享受到的良好条件 长期以来 德国和其他外国在华企业一直怨言很多 比如市场壁垒 漫长的审批程序 相对于本土企业的歧视性政策 政府部门的肆意妄为 公开招标项目中的不平等待遇 以及猖獗的偷盗智慧财产权行为 欧洲人的上述抱怨 虽然和美国人完全一致 但是对于美国总统川普单方面实施的 惩罚性关税措施 欧洲人则并不认同 他们更希望在世界贸易组织的框架内 采取制裁中国的共同措施 川普总统已经对中国输美产品的一半 实施了特别关税 并发出对所有中国产品实施惩罚性关税措施的威胁 上周中美两国领导人通了电话 此举被普遍看作是双方贸易争端计划以来的一向进步 中美两位首脑表示 他们将在本月底布宜诺斯爱丽举行的 二十国集团峰会期间举行会晤 要么是习近平不愿意在中美首脑会晤前露出底牌 要么就是他完全没有做出妥协推行真正改革的意愿 总之他的开幕讲话完全是老生常谈 了无新意 他说中国愿意扩大进口提升国内消费 减少进口限制改善市场准入和智慧财产权保护 但他在讲话中 只字未提同美国的贸易争端 只是泛泛的批评了世界贸易中的单边主义 这显然是针对川普的美国优先政策 美国驻华商会主席扎利特认为 中国已经在做出一些审慎的让步 但距离中国开放市场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至于中国是否会进行必要的实质性改革 为双方营造出公平互利的贸易关系 我们拭目以待 我们希望中国会这样做 两位著名的中国经济学家认为 中美贸易争端的背后实际上是一个体制问题 是大肆宣传的官方中国模式造成的必然结果 北京天泽经济研究所的盛宏说 只有真正的改革开放才是中美战略合作的保障 他表示只有一个拥有共同价值观朝向市场经济 法治国家和民主化方向发展的中国 才能在战略层面上被美国所接受 经济学家张维迎认为 中国之所以取得如此成就 是得益于在德国等国家取得广泛成功的普世模式 及自由市场经济富有创造力的企业家 以及对西方国家技术成果的吸收 张维迎对中国模式论者提出批评 中国模式论者认为 中国的成功得益于 强有力的政府体谅庞大的国有企业 以及政府英明的产业政策 在其已经被大学官网删除的文章中 张维迎指出警告说 对中国经济成就的错误解读 对内误导自己 自毁虔诚 盲目强调 独特的中国模式将导致改革进程的逆转 他同时指出 这种错误解读 还误导世界 导致了对抗 在西方人眼中 所谓中国模式 就是国家资本主义 同公平贸易 和世界和平 格格不入 绝不能容许其畅通无阻 高歌猛进 他表示 中国模式论 必将导致中国和西方的对抗 习近平掌权六年以来 已经撤销了一系列改革措施 在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新时代理论中 扮演重要角色的 是国家 而不是市场 在习近平看来 拥有13亿消费者的中国 是贸易战无法撼动的 他在进博会开幕式上的发言中指出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 而不是一个小池塘 狂风骤雨 可以掀翻小池塘 但不能掀翻大海 以上是明镜广播电台整理报道 谢谢收听 下面我们来学习一下 如何在安卓系统下下载并使用明镜之声APP 首先进入安卓手机或平板电脑的Play Store 在最上方搜索栏输入明镜之声汉语拼音或者中文 之后您就会看到明镜之声APP的图标 点击图标右边的下载标志 软件就会自动下载到您的桌面上 回到手机桌面 找到明镜之声的图标 点击并进入明镜之声APP 进入明镜之声APP后 您会看到在最上面有四个选项 分别是广播、随选播放、热门排行和机赏 广播一栏是正在实时播出的明镜节目 随选播放一栏是明镜节目的列表 热门排行一栏是明镜24小时 三天到一周时间内最受欢迎的节目 在最右边的机赏一栏 您可以选择不同的打赏金额来支持明镜 下载明镜之声APP 随时随地了解全球大事 下面我们来学习一下 如何在苹果iOS系统下下载并使用明镜之声APP 首先进入您手机的App Store 也就是苹果应用商店 在搜索栏输入明镜之声和语拼音或者中文 之后您就会看到明镜之声APP的图标 点击图标右上角的云状下载标志 软件就会自动下载到您的手机桌面上 您可以选择下载之后 立即点击Open打开明镜之声APP 进入明镜之声APP后 您会看到在最上面有三个选项 分别是广播、随选播放和热门排行 广播一栏是正在实时播出的明镜节目 随选播放一栏是明镜节目的列表 点击随选清单右边的倒三角形 您会看到明镜所有栏目的名称 选择您想收听的栏目 比如明镜的英文新闻News Always On 您就可以专门收听一个栏目的节目 热门排行一栏是明镜24小时 三天到一周时间内最受欢迎的节目 在这一栏您可以找到明镜观众最关注的节目 明镜之声APP还有一个功能 就是可以连接到明镜的YouTube频道观看视频 具体方法是 点击明镜之声APP左上角的目录标志 会出现一个菜单 在菜单的最后一行是订阅明镜选项 明镜之声APP会自动连接到明镜火拍的视频主页 在这里您就可以收看到明镜火拍的所有节目 下载明镜之声APP 随时随地了解全球大事 中国与世界每时每刻的变化 随时随地可以听到 请您立即下载明镜之声APP 您的随身收音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